早安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0年7月17日 星期五 大家早安 經歷了 幾天的股市高潮之後 昨天的股市就來過反高潮 一直以來 大陸的芯片企業 由於 台積電和美國的打壓 他就說 不怕 我們會自主研發 創造了一隻股市神話 那隻叫中芯國際981 芯片的芯 這隻股票 今年年初還是十多元 他當時說到這隻是救國的芯片 說得很誇張 花旗芯就可以救國了 花旗是美國旗來的 是一個半國 違反國安法 遲早會不會連花旗芯也要禁呢 會呀 花旗芯其實就是威斯康星州特產 大家有吃過那些花旗芯片 那些都是芯片來的 花旗芯而已 就說要對付哈迪斯和KFC 哈迪斯就沒有了 什麼都要對付 麥當勞 買了 麥當勞香港的金拱門 賣了給中信集團 中芯國際 一度是曾經成為 中國政府對抗美國芯片的希望 中芯國際 亦都是 寄予厚望 市值 現在是1,600多億 昨天收市是28.75元 這隻股票 在星期三 最高紀錄炒得上44元 是很瘋的 由十多元起步炒上去 亞洲高低位 大家如果有看過那些 亞洲高低位是很離譜的 由十多元去到四十多元 他當時 在16年的時候 十合一 其實這隻 是很長時間的 是一隻豪子股來的 是垃圾股是沒有人要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中芯國際的芯片 所以 一直以來 都是一隻 潛水股 是低於他的照顧價 什麼時候開始呢 就是今年 他在吹噓這隻股票 可以頂替 台積電 當初 看資料就是 這一家公司一開始 跟台積電有訴訟 台積電就是指控中芯國際 的團隊 蝕取了台積電的 知識產權 是賊 簡單來說 也是做了這些偷人的知識產權的行為 假裝自己 自主研發 假裝科技公司 52週高低 原來最低跌到8個2號3 最高是星期三出現的44.8 五個開 好厲害 這隻老千股 坦白說 這隻是老千股 絕對 貨真價值的老千股 因為 他所有的東西都是偷回來的 他們是賊 當時 原來是想了停在美國 當中有65個指控 當時陪審團判了61項成立 不過後來就是最終在2009年 和解了 官司 我們這裏引述資料 事實勝於雄辯 賊就是賊 偷東西就是偷東西 難道你是孔瑜幾 洩書不為偷嗎 借而已 借了也不打算還 借人家的知識產權 我們說回 中芯國際在大陸的創科版上市 在上海A股創科版上市 今天 一度 升到達成兩倍多 因為招股是20多元 一開始就狂升上去 升到達成90多元 跌到達成80多元 又反彈了 然後也是收90多元 一隻這樣的股票 最高市值達成6000億的民幣 偷回來的東西 市值始終不是實業 市值是一個 市場的炒作 今天中芯國際 在A股上市商科版 是高達480億 成交的 跟以往那些 有去到那麼大成交的 就是上一次的中石人 就是07年 爆煲之前的中石人 有那麼高市值 這個是一個啟示 去到這樣的成交額 我真的可以負責告訴大家 離股災不減 真的離爆煲不減 我們看到的手影就是 香港和大陸 中外的大戶 都是在那裏夾高出貨 接到那些人 一定會出貨 你就當股東了 不用說了 現在我們看那個形勢 其實大陸 是沒有甚麼牌子可以打的 我們嘗試用這個中芯國際的情況 去分析 大陸 那個 大陸的股市就是 百分之一千 不用說是政治 你不要跟我說那些是經濟 大陸不是經濟來的 大陸的經濟也是等於政治 所以 大陸的股市 是很大的啟示 在閱讀股市看政治 我們嘗試從這個角度去分析一下 他們 因為大陸知道現在 所有的外資都在不斷遷出中國 而大陸 基本上 如果單靠自己是頂不上 他是要借助股市 推高這個股市 製造一個財富效應 令到人民出來覺得 作笑我沒有工作不要緊 股票可以賺到錢 令到 希望 造成一個財富效應 但是 你懂得做財富效應 當時我們節目也說過《國安法》 那些香港的外資 尤其是分老的大基金的配合 原因就是你說要炒高他 我們不可能阻止 我們也不會去阻止他 因為 我們手上拿著很多你的股票 但是當你炒到某個水位的時候 我就會扔出來的 因為我覺得可以套現 你還要把很多錢拿來買貨 因為外資是在香港拿著很多貨的 我自己扔掉他的 我當然是不肯 你想扔掉他 我也不肯 但是我沒有付 但是現在不是 你不單止不扔掉他 你還說幫我們夾高 我們 高興也來不及了 所以一定跟你配合 那些人經常問我 為甚麼國安法通過了 股市還要升的 這是人為人為的行為 因為大家都不想自己的身家縮水 所以 政府的行為 是使得 那些外資也會一起夾高 但是不代表 可以夾很久 有時候說市場 你最錯的地方 你的矛盾 很多人可能沒有讀經濟學 現在是有一個 背後是有這麼大的政府在操作 其實嚴格來說 那個不是 經濟學家理解的 現在不是 那個完全不是 整個是一個manipulation 是 完全是背後有人操盤的 那個是一個沒有反應 實際market的 market來的 是一個操盤的結果 現在是 所以 我們在 看現在的整個投資環境 或者中國的股市和香港的股市 其實是面對一個很大的危機 是因為 外資 其實是一直都想 找機會滑貨離場 而你中共 現在不斷在這裏做 我認為外資已經有部分撤了出去 因為 你一直托了 超過一萬億 放在香港 大家看到香港的銀行體系 建議 每天 金管局都要沽出港元 因為太多人需要港元 很多外資 大陸的錢都扔了下來 但是外資沽了貨又會拿走的嘛 所以你看到那個 表面上增長不是很多 實際呢 因為一日一出 走了很多錢 又倒了很多 這個就是一個財富轉移 大陸的錢倒了下來 外資提走了 這個其實你看到很多世價股 其實在那裏倒閉之前 你看不到徵兆 你還以為買入那麼強 那就很棒 有人在做成交 所謂打turnover 打turnover 還有在做市場 那你覺得買盤很厲害 哪用怕啊 每個人都爭著買貨 而且創新高沒有蟹貨 那就賣給你了 這樣扔給你 你就覺得值得買 你就會接了 還有 什麼是值得買呢 扔下來的時候 中心國際 炒到上九十多元 扔下來五十三元 你買一買就值得買 扔下來四十元買一邊買 好像當年中石油而已 碰到二十元 你就不斷追 很多人喜歡折飛刀 我們拿過一個例子 中國人壽 中銀壽炒到六十元 一路跌下來的就覺得值得買 三十元值得買 二十元值得十多元 接下來 這些股票肯定都會大跌 而且 我們認為外資 接下來會有一浪 急沽貨 所以 奉願大家風高浪急 我們看一句說了 大陸政府撐不了多久 那時候 就是最後一個 回光反照 最後一擊 已經近乎是 如果你打算現在風高浪急 去追 先去追 首先一 我覺得你是一個藍絲 抵你 第二件事就是 你現在去追 我們就奉勸所有的 黃色支持者 千萬不要這樣做 因為已經炒得太高了 實際上你是正常投資者 你也不應該高追 已經是過了一個極限 還有他現在的局勢 當外資要抽離中國的時候 根本就不夠錢 天坦也不夠 別說要炒高 所以接下來的股額 我是認為8月份的股額很沉重 甚至乎8月就會出現大贏 是股债 說真的 香港人有錢 你這一刻 你買的不應該是股票 你買的不應該是股票 你買的不應該是外幣 你不要買錯東西 你也不是強行投資 你再說一次 這不是在教你回報率 保住你的錢 現在也是在做政治分析 不是投資分析 但是我們認為這個政治史 是有機會使得很多人傾家蕩產 真的很危險 因為接下來 中共把股票放上來 你拿著股票 你就傾家蕩產 當然啦 也不排除有人覺得這個時間 要 反正還是要刮一筆 刮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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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覺得應該 香港人的經濟體系 是有大量的 保住大量的 現金 保住大量的 流動現金 在哪有時候 甚至乎你可以追擊他一刀 大家一起沽空 大家一起沽空 香港沒有這個法例 大家一起沽空他 分享他 大跌勢的 這次真的是丁蟹 丁蟹夠港 可能是可以的 不是說不行的 大家一人一人捅一刀 還有 現在不是我們 是外資一起捅嘛 還有藍絲加起來 用腳投票 他們移民很多 我們已經說了又說了 這裡一定是會有一個 派避 Dispeal Resolution的組織 你放心 處理私人糾紛 簡單來說 這裡會有私了組 我們這一次的政治分析 認為 接下來出現股災的機會有力很大 因為他真的沒有錢 國內經濟也不是靠股市可以吹得起 因為 他們忽略了一個人性 就是他們即使大戶是跟著黨政策 但是大戶也有私心 他們也知道就是偷偷地沽 早兩天 大陸的基金偷偷地沽那些保險股 趁工位減持 搞到股氣股立即大塌下來 你想想 多嬌 大陸的大戶也有老母先生 也知道你們找鄧七 所以 接下來 其實跟全銷盤一樣 知道你是炒上去 也知道一定不是無窮盡 然後有很多內部的人 不如 換一些現金 那些積分 穿衛 交給你了 不要那些穿衛 穿衛到最後他知道會成為一張白紙 甚至乎 我寧願給你一個折藥 升你做白鳥 口說一定是陪你齊上齊下 當然是自己先走的 所以這些就是藍絲 這些就是藍絲 所以 接下來 中國 香港 我們也覺得是很快 短期內會會出現一個大型的調整 要出現股災 大家 要看路走啦 這節先說到這裏 拜拜